大陸有一個女同學呢 就是玩手機玩得太專心 被小偷盯上 放在身後的行李 被大喇喇的拿走 她完全沒發現 透過監控畫面 看見這名穿白衣的女學生 正低著頭看手機 而她左手邊早有人 虎視眈眈 注意她十多分鐘 看到下手了 下手了 打起來了 一看 裝在手掌拿就走了 然後那個避難 有時候完全沒犯影 不到幾秒鐘時間 嫌犯輕鬆得手贓物 不過被害女學生 還正專心玩手機 離開時才發現東西不見 趕快報警 你自己回憶一下 當時你沒有發現過 這個嫌疑人在你的身後 沒有 感覺一點感覺都沒有 就突然間發現 包就不見了 陳先生和朋友到餐廳聚會 太起敬的聊天 被小偷盯上 等到負帳時 驚覺拉鍊被拉開 當時我想嘛 對面坐兩個朋友 我這邊又是靠牆嘛 對吧 我想應該問題不是太大 好 睡著 我坐著 你坐著 睡著 連關將近 人潮所在之處 往往也是竊賊下手的機會 還是要盯緊自己的財物 避免成了小偷關注的飛揚 記者陸資宇綜合報導 通關於